大哥网上说的老北京没路 全是地道 老北京经常说的地道这个词是怎么来的 这我给您解释 这跟地道没关系 这跟地道占 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地道一次得从追溯这个京西道开始 京西道的前身 这段历史 我得给您简单的叙述一下 康熙年从南方引进的烟制米 在咱们圆明园示众成功 然后在玉泉山脚下逐步推广 因为它这个道子是用玉泉山水浇灌的 它特殊 您像我小时候就吃这米 一家的焖饭蒸饭 半街桶子都闻那销味 您捞放那汤 都跟那个翡翠似的浅碧绿色的 用它积酸菜 老北京一决 那叫一个地道 然后我再给您解释 这个烟制米到了圆明园以后 市中成功了 它叫什么呀 紫金箍 紫金箍 然后紫金箍以后呢 就变成归内务福管了 叫红头苍蝇 然后红头苍蝇呢 它就不是说 咱们说那个苍蝇 它就是一标识 黄功玉用 红头苍蝇 然后才演变成京西道 它这个米的特殊 我跟您说了吧 就是它这饭 沫儿沫儿香 汤浅绿色的跟翡翠似的 哦 这个地道 它是种稻子的地方 就是我们老八旗营子叫什么呀 稻地逛 叫稻地逛 哎 稻地逛 种稻子的地 一格一格的 我们叫逛 叫逛 哎 这稻地逛 就是我们老八旗子发明 因为它在御前山脚下 这你怪人不知道 是什么呀 这地里种的稻子 真好吃 地道 演变成地道 它这是根据说 一点一点的传说来演变 说像那叫郭什么 郭德纲 郭德纲的徒弟 说是什么引用 明朝宋朝 那我不知道 就是我看我们海淀文献 得地道一词 就追溯到哪来 这么来的 哎 地道 不能念地道 地道 地道 比如说啊 说这人干的一些事特好 漂亮 地道 大夫哥又说地道 其实那个道是那个道骨的道 不是 哎 它是真的演变过来的 明白了 您不能念地道 真地道 哦 不行 真地道 老北京全地道 那不行 哦 地道 它得拉着身 这个老北京土话 有声有色 有韵律 有味 您得有那个劲 为什么人说 老北京都爷 其实不是 它这是一个文化传承 它就是那个劲 或者叫范 地道 就是好的意思 棒的意思 牛的意思 都可以说地道 好 南方万 就是第一 您知道不 它就这么意思 正宗 对正宗 地道 地道 不 那就味儿就跑了 不要 地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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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